AVIC 現在這一次我們看到的機器呢 其實它在原廠曝光以外 還沒有任何的代理商有拿到這樣子的機器 因為他們是預計在9月中才要開始製作 然後開始發售 那這一次就是因為我們台灣的音響展的關係 所以我們特地跟它申請 讓我們的台灣音響迷可以第一時間看到 定位上的差別是這樣 因為AVIC它的設計師Michael Borison 他一直以來都是主攻在高階的音響市場 那很多人喜歡它機器或者是音響器材的聲音 可是就是無奈價位太高了 那AVIC這一次它推出180跟280全新系列 就是希望可以把入門AVIC的聲音 把這個代價稍微降低一點 那當然是在原廠認為這一個 Costdown是在可以接受的聲音範圍裡面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180的系列 那180的系列其實跟高階的280 外觀是一模一樣的 那差異只在於說裡面用的主動式 跟被動式元件的多寡 它是靠這些元件的多寡去控制它的聲音質感 還有這個預算的控制 上面這一部的話 這一部是第一次它們推出的數位串流機 那當然它可以支援時下所有的線上平台 包括像Tidal、Kubaz或者說是這個Spotify等等 可以用線上的方式去做音樂的讀取 那如果你自己是有架DLNA、有NAS 或者有一些音樂存在電腦 它都可以去做讀取 那MQA也可以做到Full Decoder的程度 那RoomReady有嗎? RoomReady有 這個是一定要有的 那它之後 因為我們機器剛有提到很新嘛 所以它還沒有推出自己的APP 那大概在10月份左右 它就會推出自己的控制 那現在倒是可以用Apple Store裡面有一個叫M Connect 可以先暫時使用它 另外一台下面這一部是它的180的綜合擴大機 那180綜合擴大機一樣是做第一類的300W輸出 所以如果你的喇叭 它沒有非常非常的要求我們擴大機的推力的話 原則上300W應該都是夠用的狀態 Michael很喜歡做綜合擴大機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 他認為綜合擴大機 他就已經可以把它設計到很好聽的水準 那綜合擴大機也比較適合現在的潮流 你看其他品牌像Balmester 或者像Jeff Lauren、Griffin等等 其實現在的趨勢是大家希望可以把器材精簡化 所以大家都推出很好很貴的綜合 那這一次他們推出這一台 跟以前他們的旗艦來講 體積有稍微縮小一點 那也比較符合我們現在可能在裝修空間 或音響式想要達到那種美觀的效果 這一次應該是比較可以感受到那個氛圍 這個腳墊是我們為了簡單做堆疊 也不要去刮傷機器先黏的啦 那他其實本來不用這個腳墊 他本來是超過這個機器上面有一個溝槽 Evic有推出他專用堆疊用的小鋼珠來做避震 因為Michael 本身他對這個避震他有拿穴位 所以他的器材在避震的處理都有特別講究 那因為他整個180跟280的系列都各有四台機器 除了串流跟重貨以外 他還有一台是DAC 然後跟唱頭放大 那如果你四台都購入的話 他是可以透過那個小鋼珠堆疊上去 那還可以控制好他機器互相之間的這個抑震 好 太刀了 好 不擅長 太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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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